现在消费者对我们的要求 已经完全不像过去了 我们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传承是基础 创新是手段 发展是目的 六个字 说起来好说 做起来特别难 在1982年 来到一清以后呢 我分配是在玻璃厂 从那个地方 从一个工人起步 29岁吧 就转到实业方面 我们的党委书记 有一次跟我谈话的时候呢 就跟我讲 长期来看呢 要想发展呢 还是应该到企业去 到监国的地方去 后来我说 那就听组织安排吧 这样呢 我在90年 就来到了 当时叫北京玻璃器皿厂 那七年严格说呢 确确实实也是一个 经历了中国的国有企业 改革 阵痛 调整 大家也确实是非常辛苦 但是呢 能够看出来我们当时这种 工人阶地啊 传统产业 大家那种团结 奉献 吃苦耐劳 60多年的历史呢 也是伴随着 共和国的成长 围绕着民生 为北京的青龙 年轻 clearly 为北京的青龙发展 做出了很大的工夫 从现在来看呢 我们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那些品牌 像我们的红兴 70年的历史 半祖国同行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红兴 像我们的星海 从延安鲁溢走来 也是扮祖国同行70年 最老的品牌是我们龙徽 龙徽这个品牌传承 到今年来讲是109年 第二个过百年的品牌 就是我们的伊令 今年103年 北平洋今年就83年 我们有四个中华老字号 六个中国持平商标 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样制记忆 我们还有12个北京的名牌 六个北京的老字号 通过几代人的传承 留到今天 我们还能够持续发展 我觉得是最有说服力的 所以我想我这个几十年的职业生涯 基本上来讲也是酸甜苦辣 传统国企的这种根和魂 大家这种团结奉献 这种为了民族品牌 大家刻意指手 对我本人来讲 也是支撑我在这工作的 一个很有力的精神支柱 人的一生 做人并不一定是风风光光 但是应该是堂堂正正 做事情不一定都尽善尽美 但是要做到问心无愧 民族的品牌还得靠大家的关心 大家共同的呵护 才能够实现它不断的发展 十月救国 能够咬得住牙去坚守 咬得住牙去奋斗 那离着我们最终的成功 也会越来越紧 也会越来越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